SBO球团九炎 18日进行颁奖典礼 最佳男运动员 及最佳 卡塔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TSNA体育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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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十七小编钟铭 SBO球团委员会14日发表声明 SBO所属球员及未经选秀制度 与球团同意及违规跳槽其他联盟者 将处以最高三年竞赛 PLOSIC执行长陈建州表示 能理解九泰省惠城董事长的出发点 他可能是为了维护SBO权益 出发是良善的 但PLOSIC绝对没有恶意挖脚 中信兄弟球团15日宣布 已经和教练王健民与杨头德宝拉完成续约 两人将继续为中信兄弟教理 除了德宝拉与提前续约的莱芙利 和原有的洋将也在洽谈新合约当中 另外富邦汉将17日宣布与邦威完成签约 成为继复数年约的索莎·罗莉后 明年球继首位与汉将签约的万元投手 乐天桃园今年在FA市场签下左头赖红城 18日举行加盟记者会 双方确定签下两年合约 包含首年的38万及四年的41万 乐天桃园共同总经理刘介廷表示 透过补墙补足欠缺之处 希望能够找回过往的荣耀 2020东京奥运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延后举行 其中原定在4月开打的棒球6抢1资格赛一赛延期 17日中华棒协发出声明 将于明年6月16日开打 目前东奥棒球项目已经有 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墨西哥等四队取得资格权 6抢1资格赛则是有中华队、澳洲、中国、荷兰四队 另外两队则是由美洲区资格赛的23名球队 109年体育运动精英奖 经过媒体推荐初选会议 六大奖项共评选出25组选手及团队入围 并获颁结出奖 18日进行颁奖典礼 最佳男运动员及最佳女运动员 分别由王冠宏和陈彦琴获得 最佳教练奖则是由红总同意中获得 众手瞩目的新联盟PLASTIC 19日于彰化协议馆盛大开幕 此役共吸引了5881名球迷进场支持 进场率高达9成 联盟执行长陈建桌忍不住激动情绪 立风感谢到场支持的球迷 谢谢大家 PLASTIC历史性的第一球 是由台新梦想家杨敬虎写下记录 除此之外 他全场标进5G三分弹 攻下30分 处于落后的富邦勇士 靠着野兽林智杰 连续2G三分弹将笔数超前 最后以89比86力推台新梦想家 拿下PLASTIC历史性首胜 再后许总体并得大战 这就是球星价值 台湾领航年20日在PLASTIC首战 面对台新梦想家 派出新台湾人戴维斯先发上阵 这也是他首度以台湾人身份 在职业赛场上出赛 此役上场28分钟表现不俗 缴出双十、十一分、十四篮板的成绩单 另外还有四次主攻 还两度上演暴扣宣告新台湾人正式回归 以上就是本周的TSNLA体育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PLASTIC 拿下PLASTIC历史性首胜 赛后许总许逆则大战 如果喜欢我们的周报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和订阅我们哦